歡迎大家收看 喬林日誌 一二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林日誌 今天喬林日誌我們來到新加坡的China Town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吃很好吃的美食 它可是米其林的美食喔 這是料飯 它是賣就是雞飯 對 新加坡很有名的雞飯在這邊 然後它有上米其林的雞 對 這個可是米其林一星喔 一星 它分明有上三年 2017年 18年跟19年的 米其林芷蘭必推的美食 在China Town 那這間是新開的 就是它的開的時間 然後這是它的地址 對 它的地址 這間是新店 所以有冷氣 然後這邊有收JCP card 它的店內裝潢就有寫米其林一星 喔 它其實有四年喔 2016年 17年 18年 19年都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三星推薦 這邊油雞飯是它的招牌 然後是五塊錢油雞飯 然後還有叉燒 叉燒 燒肉 還有排骨 所以是飯跟麵還有河粉的選擇 油雞飯 食蔬跟蘿蔔 食蔬跟豆腐 食蔬跟豆腐 好 我們今天點了兩個油雞飯 還有青菜豆腐跟一個洛神花茶 然後這樣價位是22塊錢 然後有含GST7% 1.44 還有一個豆腐要等 對 好 先拿過去嗎 先拿嗎 好 餐具 1 2 3 4 筷子 4個 湯匙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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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辣 啊 蘋果豆腐 蘋果豆腐 好 我要開始吃它的這個油雞飯 登登 油雞飯很漂亮喔 這家店是新開的 然後老店跟新店插在就是有沒有冷氣這樣 老店在傳統市場旁邊 先吃它第一口飯給大家看 它的飯是現做的 所以不是隔夜飯 然後吃的出來 然後它的飯是偏濕冷不是偏乾 然後它還有這種 花生 它花生是軟花生不是硬花生 這是它的油皮 我們還蠻喜歡吃它筋的那個皮 先吃一口看看 它油雞皮是偏軟 對 然後甜甜的味道 有醬汁在上面 然後它雞也是偏軟 它沒有很柴 然後有濕潤的感覺 然後有一點點就是那種雞的那種雞稍微 可是它有去掉 然後這個是完全吃不到骨頭 完全沒有骨頭 很好吃 很好吃 如果吃雞蛋粒的話它還有給這個 黃瓜 還有半顆蛋 它蛋 它蛋感覺是用油雞蛋耶 它那種蛋稍微比較沒有 然後這個是蘋果豆腐 這個是炸豆腐 它外面有淋那個 泰式酸辣醬 它外面有淋那個 然後有一點點酸酸的 然後炸豆腐跟台灣的臭豆腐有點像 可是味道沒有那麼的臭 然後它裡面是用傳統的這個豆腐下去 這個很清爽耶 而且新加坡這麼熱啊 酸酸的這種東西吃下去很開胃 對 身為迪士林的愛好者 今天怎麼沒有Elsa Elsa的包包 Elsa的娃娃 還有另外一隻 它躲在裡面 其實我的室友說超像我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像 好它今天要做的給我們吃飯 就在這邊 這個是食蔬 這個應該是芥蘭菜吧 對不對 芥蘭菜 我自己還蠻喜歡吃芥蘭菜 因為芥蘭菜 有這些梗 偏硬 然後是脆脆的 然後煮的話不會煮太爛 它菜很清爽 不是那種爛料的菜 然後吃起來還有那種菜的新鮮度在上面 然後上面會有這個 它撒一層層這個應該是蒜 它蒜先切丁下去爆香 然後再乾炒 然後做點綴 對它有那種青菜提香的作用 放到你了 不好意思 你最近寫出話 這張小小小小小的水 有很多人 就在會蒜 在這裡 我一邊很喜歡 然後再給我一下 找到你了 就在這裡 那裡 你沒想到 就知道 你吃到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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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到好嗎 你吃到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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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我們吃完了 好!今天這個金飯的我們大概 如果一到十分的話 我們會打九分 然後食粗的話我們可以給八分 因為食粗還蠻就是 一般普通的 因為它這邊很新鮮 然後上面有加一些大蒜 那個也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蘋果豆腐 因為這個 它是一種泰式料理 它名稱叫蘋果豆腐 然後我們覺得這個也很新鮮 然後我是第一次吃的啦 然後它有酸酸的味道 然後上面有青果瓜 然後還有這個花生粒在上面 所以我們這個大概是五分 然後我今天這樣兩個而已 一餐這樣吃下來 22塊 有盤7%的稅喔 好!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今天介紹的是 了凡雞飯 油雞飯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有來新加坡的話 這間餐廳也可以列入大家當餐 好! 那以上是喬林日誌 喬林日誌主要是呢 介紹了我在新加坡的大小吃 然後像今天的美食評論啊 美食 然後有一些遊樂的部分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按訂閱和分享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的小鈴鐺們記得按讚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也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